哈囉大家好,這裡是星期日拯救計劃52日 今天應該會是一個蠻快速及時的影片 因為我只想讓大家一起來看看身為一個手渣 有沒有辦法完成這樣東西 那為什麼說,為什麼我會買這樣東西呢?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我到我要去參加一個之前同事的送別的聚餐 蠻想寫卡片的,但這個卡片要是它當中還包含一點手作的成分的話 可能又會更上一層樓 於是乎我昨天逛成品的時候就發現了知音出的這個 大家應該或許,因為我覺得它應該不是新品吧 大家可能或許有看過這一系列還有超多很多很有趣的主題 那我挑的是這兩樣,但其實我現在內心非常惶恐 你知道為什麼嗎?我來翻過來你們或許就知道了 我惶恐的原因就是因為 大家看它下面這邊其實有材料包的組裝難易度 那我選了一個這個森林露營的系列是兩顆星 然後再來這個,這個蕨類變色龍是三顆星 大家那時候還問神秘店員說請問一下這個裝起來需要很久的時間嗎? 然後那個小姐很可愛,她就想說是她同事裝 但她看她同事咻咻咻就裝好了 我心中在想說好咻咻咻 所以我們一起來看看是不是真的就是咻咻咻吧 大家我剛看了一下說明書,雖然乍看之下只有1,2,3,4 只有四個步驟 但是大家你們看每個步驟才解出來的東西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我太不自量力 我怎麼 我人生怎麼會有這麼不自量力的念頭 我不就買一張什麼立體卡還是什麼的 就好了嗎?我的媽媽咪啊 好,愛好完之後 我就乖巧的開始動工了 然後大家現在看我手上拿的這個擺腳啊 我跟大家說我沒有想過我這輩子會真的使用它 我當初買它的時候 單純是覺得它黃黃的很可愛 果然人生我真的是未雨綢繆的小仙驅齁 再來 你看到我真的 超級努力的再把這個小棉繩呢 穿進去一個小針裡面 應該是這樣子 然後要再把它固定在這個上面 今天的這部影片 大家會多次看到我的手指呢 正在顫抖 請相信我平常不是這樣的 呵呵 好 然後 這個地方就其實它真的很像平常戴耳環那樣 就是你要把那個下面的針 穿進去一個保護的一個小殼裡面 但大家可以看到我這邊有多糾葛啊 總之我真的是穿了很久 然後終於把它穿進去了 這就是這一張小立體卡片的上半部的部分 再來進行的這個第二個part 我要跟大家說 這是裡面我全部我最喜歡的part 簡直就是心曠神怡啊 因為就是大家看到的 我要把這個森林呢重新的組建起來 然後我就 總之就是這樣撕 撕這些紙啊 然後再來 下一個動作會是要黏這些紙 我就覺得很開心 呵呵 這是 這裡面唯一讓我覺得 算是我本分的事情 所以大家看到我現在在黏這個樹的 它其實就是 弄一些樹的陰影啊 然後幹嘛讓它有一些層次的感覺 但是你們大家就是你們想想看 你不覺得我手上拿的這個紙雕 其實它 其實我說真的 這一整包裡面的品質 比我想像中的好很多 就像這個紙雕 它的 總之就是我覺得不論是顏色或幹嘛的 反正整體來說是完全不俗氣 我覺得非常 總之是 送禮物非常適合的一個東西 對 我就是 現在做的 現在我還笑得出來 待會我笑不出來了大家 呵呵 然後把這些樹都拼好之後 再來就要把它放進去我的這個殼子裡 那我 必須要非常心虛的 跟你們說 我這個 我覺得它應該是做得非常好 就是 四方的那個 卡榫呢 應該是可以好好的黏著 附著在那個牆壁 上面 但我就是 總而言之 我就是 我就是做不好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管它 就是 塞 我就直接塞進去 它其實也沒有黏死 我想說 可能眼不見偽禁嘛大家 呵呵 我就怎麼樣都沒辦法繞那個 數號的壁咚那個牆壁 欸 對 可能我生來 就不太適合 壁咚這件事情 接下來 這真的是我覺得整個裡面的惡夢的part 大家 惡夢等級 你們看這個小帳篷 你以為這個小帳篷已經很小了對不對 大家 這世界上所有的事情 就是 就是 You never know 就在我以為完之後 就來了更小的 真的 你們現在看我 正在做這個 我不得已還要從我們家很辛苦地找出一個小鑷子來 然後那鑷子的頭一點都不好用 但我總之我就很努力 然後你們看我現在 正在 正在弄了這個東西 它真的是 我跟大家說我真的驚呆 我沒想到這世界上能有這麼小的東西 你們有沒有看到嗎 它就是露營最重要的晚上 就叫營火晚會嘛 所以營火晚會的那個 搭營火的那個小木棍 然後現在我手上拿的是 營火晚會的小營火 這一片塑膠片 我覺得很很 就是很很漂亮 對 然後它也很大 就你們現在看到 我手上拿的那個就是營火 它也是一個超級小 大家 Everybody so tiny 害你 驚死我 真的我真的 我真的被驚死 對 然後 好 我好好的把它固定上來了 再來 我現在就是要固定這個 欸你們有看到這東西有多細嗎 我覺得這是非人欸 就現在做的所有事情 都是非人類 非人類能做的事情 好 就你們看我還要兩隻手 扶著這個鑷子 然後再把它這樣 放上去 我覺得這簡直是我人生當中 做的最偉大的事情之一了 可以排在前幾名了 好 然後弄完這個營火的小木棍之後 我跟大家說接下來你們看 你現在這樣 這個角度你們完全看不出來我在做什麼 但其實 我現在正在用的是 就是在帳篷裡面的這些人的小鞋子 不敢相信這麼細節的東西 他們都想到了 所以我現在真的很努力的 要把這個小鞋子 這個真的超小 這是它有東西能比 比孔裡面的東西還小的 我真的是佩服啊 所以你們看我 我有 我現在就是遇到了多大的困難 我真的 而且其實它原本安排是 好像裡面應該要 這邊好像應該要放 大概六雙 就是六 三雙鞋子吧 總之我非常努力的 大概就是放了兩雙 我就覺得夠了 這裡面就是 這裡面就是住了兩個人就可以了 然後 一山 總是有一山高 你們現在看不出來做什麼對不對 另外一個 一個光線之下 你們有沒有看到 其實 我桌墊下面現在有的一條白色的麻繩 然後我要把這個小不拉基的這個小圓圈呢 它其實是一個像露營的小燈光這樣 然後把它放在這個麻繩上面 我真的是讚嘆我自己 我都沒想到我人生能做好這個事情 然後再來就是 好不容易第三層的這個露營洞 就是這個像是它的主軸啦 完成之後我一樣 就是大家知道嗎 就是我其實 我現在手在那邊裝模作樣的 可是其實我 根本沒辦法好好的把它固定上去 所以最後我就是以一個讓它 輕靠著第二層的方式 然後讓它展示在前面 最後 來了最外面的洞 就是最外面這一層了 現在一樣是我最喜歡的部分 心曠神衣啊 大家貼貼紙 這是人生最棒的一件事情 就在把這些小紙片都貼完之後 好 那三層大家都看到了對不對 然後這三層之後 我現在就是要把我剛好非常努力弄的這個小麻繩呢 把它放進這個露營區裡面 晚上總是要有一點燈光嘛對不對 除了星光之外 所以 其實我在做這個步驟的時候 因為它上面就寫說 喔弄那個白膠把這個繩子黏在這兩旁 我原本覺得這件事情是不可能可以做到的大家 因為想說白膠力量這麼弱 它要怎麼樣固定這個繩子呢 所以你們有看到我其實也是 就是陷入了一番苦戰啊 然後正在非常努力的 最後 終於我覺得它可能有固定了 然後我就拿剪刀來 想把旁邊這個繩子呢 給剪掉 然後我現在看這個影片 我是不知道為什麼我 我這樣子 我這一條線要剪這麼久耶 然後這樣 就假裝空剪是什麼 假動作是不是 就是 我好像很剪不好這條線耶 這邊我也是 掙扎超久的 然後終於 然後這個小 旁邊有個小東西 我怎麼都剪不掉 我的手是 我是有沒有長手啊 我就不知道我到底 然後在我手在那邊給亂摳 然後差點把它摳掉 我這邊還倒抽一口氣 大家有沒有聽到 嚇到 想說 我可不能再重新的再黏一次啊 好 Amazing 大家Amazing 然後最後就是要把 剛剛我黏的那個豬懶面那一層呢 我其實覺得白膠 是一個很難控制的東西 就是我 沒辦法控制它的那個 粗白膠的量 是不是可能 還是要 就是那種牙籤 然後你知道 因為這個白膠 一旦抹得很多 它就會隔在旁邊 然後隔在旁邊 我原本以為它會這樣消失 結果沒有 還是會看到一點白膠的痕跡 說好的會消失的白膠呢 所以其實 所以其實整個帳篷呢 都被我弄得稍微 有那麼一點點噁心 就是旁邊 都會有一點點痕跡 所以希望收到我的這個同事可以不要介意 我是不會跟他說實話的 我會跟他說原廠本來就有這些痕跡 希望他相信 好 我再做最後的固定了 於是乎 everybody 曠世巨作 就這樣完成了 其實我覺得整體來說真的還滿美的 你們有沒有看到那個鞋子 大家 你們有沒有看到那個小鞋子嗎 好 好 然後最後我就是非常得意的 他其實應該就是可以讓你 把他掛在家裡的很多地方吧 所以我就讓他這樣隨風搖曳 對 好 那今天就是我 自己覺得我完成了 這一個不可能的小任務啊 希望大家都看得開開心心的 要是留言給我的話 我也會很開心的 那今天就這樣 大家拜拜 拜拜